那我請教明潔 美軍事實上昨天晚上在關島測試 鐵穹系統 關島作為第三島鏈的重要的 美軍的中心基地 事實上這一回合佈建了鐵穹系統 也有他軍事上的戰略 我們先談一下 這個解放軍對美 最主要就是要 這一個阻止他介入台海 也就是反介入作戰 那反介入作戰的首要的 第一個第二個目標 第一個目標剛剛談到 就是美軍的航母打擊群 不讓他接近台海 第二個就是要對這個 美國的基地也好 或者駐日美軍基地 那包含像關島 包含沖繩要癱瘓 這些基地的一個戰力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剛剛講說用東風21D 去模擬這一個打擊 設在這個新疆沙漠 這樣的一個可能假想 鋪設軌道的這個 尼米茲也好 福特級的航母 那另外當然對於關島的威脅 我們先談一下關島 對美軍在抗中保台上面一個戰略的重要性 第一個就是說 他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兵力投射據點 那特別是關島離中國 特別是離台灣 大概就是4646公里之遠 那其實如果飛航的距離 用一般的運輸機來說 三到四個小時約末就能抵達 所以如果有這一個圓台的兵力來講 從關島出發 不管是搭乘C17的這樣的一個戰略運輸機等等 短時間之內就可以進行快速反應 快速的資源 第二個當然也是一個戰略轟炸的一個重要的一個 中繼的這個據點 那特別是過去關島安德森空軍機地 那上面其實持續部署了 像去年跟今年都用這個ACE彈性調整的一個部署方式 那陸續進駐B52H也好 B1B或者是B2A的逆中轟炸機 這些都會作為萬一台海有事的情況之下 可以快速對這一個解放軍進行空中的戰略轟炸跟打擊 那最後當然他也是海軍包含像美軍的航母打擊群 或者是潛艦的一個海上重要補給站 因為近期我們觀察這兩年 美軍的航母基本上在西太平洋演訓完之後 都會到關島去進行補給 那甚至現在也成為 包含像先前來這個西太平洋的這個英國 伊莎白女王號航母也都到這裡補給 所以它是一個重要的戰略據點 那更不要說關島上面住了 包含像這一個美軍部隊來講 還有當地的居民有高達19萬人 所以他對美國來講 安全的確是有非常高的重要性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來談一下 那關島到底面對解放軍什麼樣的威脅 基本上解放軍對關島的威脅來自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高空的彈道飛彈威脅 也就是說解放軍除了剛剛講到說 發展東風21D企圖要去打擊美軍 海上機動的航母之外 他也在發展射程 可以逼近5000公里 這樣的東風26的中程彈道飛彈 那中程彈道飛彈 當然這個過去來講 這一個解放軍內部戲稱 他是關島快遞 又是說直接可以從這個出大基層 回來高速返回直接打擊關島 那這個部分其實美軍先前2016年 已經有所防備 所以先進駐了所謂的高空的這個反導的防禦系統 也就是薩德系統 那現在為什麼要進一步又進駐 把這一個本來跟以色列採購的兩套 這一個鐵窮系統也要進駐到關島 最主要這個部分是要彌補低空防禦的一個不足 低空防禦的部分 過去我們看到解放軍也曾經對外 這個釋出影片內容在模擬說 他透過轟6K的轟炸機 攜帶長艦20的空射巡域飛彈去打擊關島 所以美軍對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在看會認為說 這不過是他大外宣的一部分 但是美軍看起來是料敵從寬 玉敵從嚴的 那如果是採用長艦20 這種空射巡域飛彈來講 他發射之後 非常有可能就是貼海貼地 直接對這一個關島進行低空的一個襲擊 所以鐵窮他的一個主要性能 就是他的低空防禦的能力非常的強 他其實攔截距離 大概只有5到70公里之間 那過去我們看到今年5月 這個以色列在對付哈馬斯的 這一個盲射的火箭彈的過程中 攔截的效率非常高 高達9成 到現在已經累積 這個攔截類似像這種火箭彈 可能有超過2000枚以上 所以他部署鐵窮的一個目的 主要就是針對解放軍 可能對他襲擊的長艦20 這一類的低空飛行的巡域飛彈 所以有高低配之分 那進駐之後 當然也要跟薩德系統進一步的進行整合 那部署的一個位置非常可能 就是在這個安德昇空軍基地的一個周邊 對他進行相關的一個低空的一個巡域飛彈 甚至無人機的防禦 那確保安德昇空軍基地的跑道 能夠維持這個運作 那當然這個部分還有非常重要 背後的考量是說鐵熊第一個 有實戰的經驗 有這個輝煌的戰果之外 他這個採取採用的這個塔米爾的飛彈 其實他基本上一個發射組是20枚的飛彈 那雖然只能攔截低空 那再加上配合他的一個雷達的辨識能力 非常的強 他能夠忽略掉 不是會襲擊到重要目標的這些飛彈 不去打他 所以他的一個成本非常低 CP值非常高 他每枚的飛彈造價只要大概4萬美元 其實這在防空飛彈來講 是這個前所未有的廉價 因為我們如果拿愛國者三型飛彈來比 台灣也有的一枚就是300萬美元起跳 所以這是數十倍之差 所以低成本又高戰力 當然是美國看上這一個鐵熊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當然他要把這個關島打造成 他們自己都有一個代號叫做鐵島行動 等於說讓關島能夠有層層的防護之下 不愧在中國進行反接入作戰的時候 他這關島的戰力遭到癱瘓 那同時除了關島之外 另外沖繩也非常重要 對美軍來講 所以近期同樣的防空系統的一個演練 那美日之間首度 從這一個沖繩原本進駐 有這個日本自己自衛隊的納霸基地 有一個這一個防空第五高射群 那美軍自己在加首那基地 也有一支叫這個防空第一連 同時都是操作愛國者三型的防空飛彈 這兩支部隊共同這一個到美國本土德州 去進行愛國者飛彈試射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在關島在沖繩 其實美軍都層層在加強 他的一個防禦的一個能力 等於說把這些美軍基地固守好之後 就可以破解解放軍企圖 對這個美軍反介入作戰的一個 這個這樣的一個目的 那當然還有很重要就是說 除了這種低空防禦 我們看到傳統上用這些飛彈去攔截 那當然其實還有更有效的方式 就是用雷射武器 那我們先前談到說 這一個這個通用原子也獲得新的一個訂單 要跟美國陸軍合作 那準備打造三百千瓦這種陸基型的一個雷射防禦系統 但是目前美軍其實海軍已經實際部署 在這個軍艦上面 就是有一艘這個DDG-105伯克級的神盾驅逐艦 那杜威號本來已經先前已經派駐到第七艦隊 那近期直接開到東海去巡弋 那解放軍隊這個動作也非常的一個小心 他也認為說這個杜威號搭載這個雷射武器 在這個地方活動一定有背後他的目的 那特別是說中國的有軍事專家認為說 可能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杜威號上面的這個雷射武器 他是屬於五十千瓦的一個規格 那主要的目的是可以進行跟蹤 那甚至干擾還不到 可以擊穿無人機的程度 不過如果這樣的武器派出在東海進行巡弋 非常有可能就是在測試雷射武器 在海上的一個性能 因為特別雷射武器 他非常容易受到包含像能見度或濕度的干擾 是不是雷射武器能夠在海上發揮戰力 也是美軍主要的一個考量 另外當然這個解放軍也認為說 美軍可能透過這個動作借機要測試之外 也可能會實際使用這樣的雷射武器 特別是我們看到中國派出這個無人機 包括像先前有這個BZK005 或者是這個TP001型的無人機 都被日本的智慧隊直接拍到 進入到東海在那裡進行這個騷擾跟巡弋 那美軍的都A號上面配備雷射武器 非常有可能藉這個機會找時間 如果有解放軍的無人機接近的時候 直接把他干擾甚至擊落 就是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機會 直接測試之外 也是在警告這個中國解放軍 在東海的一個相關的活動 那最後當然美軍自己的無人機的發展也 這個場主在進步 包含像最近C136J 所謂的空中航母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持續在測試 先前他有施放X61A小精靈的這種無人機 那希望一次至少可以搭載試駕 我們看到這畫面 這非常的這個技術上 的確要非常高超 因為X61A這個小精靈的無人機 他發射之後 最重要是要能夠把他回收 能夠回收才能夠叫做空中的航母 因為航母除了戰機的發射之外 也要能夠讓他落箭 他用這種這種所謂的這個軟式 類似空中加油 那上面還帶了一個類似機械手臂 在空中你要知道 這是一個3D的概念 雙方速度其實都是算很快的情況之下 能夠順利把他夾住回收 其實先前已經失敗很多次 這一次順利回收兩架 未來希望半個小時之內 能夠回收4架 而且還要能夠把他送回艙內 所以讓無人機能夠再度使用 這個也是美軍在測試 最新無人機的一個技術 這個部分也是解放軍 目前看起來是追趕不上 好 我們稍後回來